随着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不断优化完善 目前政策实施范围越来越大 7月15号刚刚被纳入144小时免签范围的云南的一些口岸 这个暑期就迅速成为了外国人入境的新选择 自7月15号起 国家移民管理局将云南省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停留范围 由昆明市扩大至丽江 玉西 普尔 楚雄 大理 西双版纳 红河 闻山等9个市周行政区域 政策实施后 云南各口岸出入境旅客流量迅速升温 7月16号在昆明国际机场 美国旅客本杰明成为云南省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停留范围扩大后 首位享受政策便利的旅客 据云南边间总站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入出境外国人39万余人次 同比增长491% 其中通过免签入境12万余人次 占比30.68% 同时摩罕 河口 瑞丽等口岸 也迎来出入境旅客流量高峰 边境旅游依然热度不减 跨境游和边境游双高峰叠加 引爆口岸旅游市场 截止目前昆明口岸暑期出境旅客 达到10万人次 出境航班达到900余将次 同比增长70.47%和55.34% 达到100万余人次